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對自己在學生生活裡頭 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哪一個部分 你們有玩社團過嗎 有 我課後是玩爵士樂團 然後那時候我其實不是唱歌 也不是彈琴 那時候是在吹長浩 真的喔 對 我後來大學的主修也是吹長浩 那你現在主攻的是手 以前主攻的是嘴巴 對 可以這樣子 還蠻厲害的 但是也是因為吹長浩 那運用器的方式跟唱歌 這倒是 肺活量很重要 那我沒曉得 他們其實各自有他們的風格 也有他們自己的創意的發揮 你們這個風格是怎麼去形成養成 要不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像風格其實很多跟你的生活習慣有關係 那我會接觸到像嘻哈或編曲這些 其實是因為我其實是一個宅男嘛 然後在宅男界裡面 那個你玩編曲 就跟玩打怪 其實是一樣的邏輯 就是你累積夠多經驗值 然後你就會變得更厲害 然後呢你會一直不斷的提升自己 然後就 就是對宅男來講 這是一個dream job 那白恩的風格又是怎麼找出來的 我覺得就是亂寫亂玩 然後我覺得當然風格這件事情 我覺得絕對是跟我以前 就是看你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就像你喜歡吃的食物 像我不太吃肉 所以我覺得 所以都寫一些比較素的歌都是 就是 我覺得我相信你喜歡的東西 不管是你喜歡看的書 還是你喜歡聽的音樂 你喜歡的樂器是什麼 然後你對於你自己的審美 你喜歡的節奏 然後那種你喜歡的你就會接觸多嘛 對啊 接觸多了我覺得前一幕的話 你就會形成一種 可能你自己的氣味 跟你自己喜歡的一個環境 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都是需要時間去建構的 是 剛剛這邊有個 我們來這邊換這邊 這個紅色衣服男生我記得你 I remember you 我要cue你 你有在寫歌是嗎 那你要不要請教一下 把握這個機會 你這是五千塊的位置 你把握機會問問題 對不對 還是你已經很厲害 寫得比他們好 那你教他們怎麼寫歌也可以啊 分享一下嘛 那個 你自己寫歌是怎麼樣的過程嘛 對不對 還是你來清唱一段也OK啊 你現在不唱就變俗辣喔 壓力好大 唱什麼 好來安靜我們聽他唱歌 來來一段 能不能打個分數 來 那我想先問歌名 歌名叫什麼 歌名叫什麼 Sophia Sophia Sophia是你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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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一段好了 往事 往事纏綿 回憶糾結 卻又忘卻不了你的宵夜 每一個失眠的夜 都存在 你的感覺 愛越濃烈 愛越濃烈 愛越是為誰 Toni 好醉 苦澀的另一面 曾經誠真的嘆咽 愛你沒有這眼 同學這就是音樂 This is music 我覺得這旋律很棒啊 很棒 你的Beatbox好厲害喔 那個聲音蠻好聽的 你們兩個組一團吧 也許我還不明白 為何我還是會離開 也許哪天我會偷看 不再覺得意外 我還是先同個答案 也許我還不明白 為何我還是會離開 也許時間外有答案 時間不給答案 對於錯也只是為了證明愛 證明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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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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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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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